文字幕志愿者 在2016年整体的游戏营收冲破美金1000亿美元 到了2020年更上看1200亿美元 排名全球产业的第15名 而台湾一间电子游戏机台企业 在国际间更是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前进台中 看他们如何在低迷的景气中 开创出蓬勃的国际商机 这间游戏制造大厂 在大型电子游戏产业界深耕20余年 秉持诚信精神 以研发为精 服务为为 借着坚强的软硬体研发实力 成为科技娱乐业界的领导品牌 公司的经营让我们以公平公正公开 那希望带给社会大众一个 比较属于公平性好的一个游戏篮 公司生产的博弈机台款式相当齐全 像是目前最夯的机械手臂系列 工程师精准算出机械动作 取代人工发牌 节省人力 机台操作人性化 简单训练即可上手 服球机使用个人电脑规划 整场式经营 让世界级的冰果游戏不同以往 公司更在2008年 推出亚洲第一台全自动洗牌机 透过透明化的洗牌过程 让洗牌 器牌 开牌 公平 公正 公开 且稳定迅速 最多同时可洗八副牌 因此获得全球国际博弈研究室 GLI的认证 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产品是机器手臂百家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 那自从我们公司开始开发这种机械手臂 我们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取代核款的地位 那么一般游戏里面玩家都会担心 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它的牌被偷换了 那机械手臂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所有的过程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条件之下 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 就受到很好的这个评价 工厂的生产制造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从机器的零件到组装 都是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控管 在技术与研发部分 更通过多项的技术专利 及国际认证 让玩家游玩的安心且有保障 我们的产品在台湾要上市之前 它必须要经过经济部商业市的认定 这个产品它能够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除此之外 我们的产品都有多项的专利在我们的产品身上 企业在站稳本业后朝向多元化发展 包含多款企业资源ERP等电子商务系统 中央气象局合作开发地震防灾救援免费APP 与中部地区各大专院校进行产学建教合作 及赞助科技大学举办技能比赛 共同培育优质人才 在产观学三方面 让企业运用研发实力 实践了回馈社会的信念 更成功开拓出另一片蓝海市场 除了公司的产品以外 我们也研发很多APP 那像紧针系统 还有一些医疗系统 那提供给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工艺来做使用 在整个合作的部分 主要是人才培育 我们从课程的面向开始合作 公司的工程师参加我们课程会议 来共同研究课程的内容 以及来授课 另外公司也提供校外实习的机会 让我们学生在暑假或学习中间 到公司来实习 这个合作面向是多元 而且是非常广泛深入的 除了拥有精实的实力外 公司更是三度荣获台中市乐活职场 最高荣誉三星奖的幸福企业 是许多人口中的理想职场首选 在创办人极为重视人才流域的理念带领下 每年固定国内外旅游安排 用心打造一个贴心优质 人性化的幸福职场 东南亚的市场目前博弈已经逐渐的开放 希望我们公司的产品能够除了内销 让我们也开始发展东南亚的一些市场 那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在合作上的伙伴 跟我们一起往这个市场前进 统开集团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很荣幸能够跟天下数位科技合作 共同开发电子游戏机台的海外市场 配合政府来向分析 我们看到东南亚市场的发展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在整个东南亚 包括菲律宾 越南 两国 建国在一起 东北亚 日本 就可以看到有不错的成绩 公司生产的各式科技游戏产品 目前已拓展到非洲 美洲及东北亚 未来公司更将逐渐朝全球化发展 并配合南向政策 前进东南亚 迈向璀璨新纪元 立足亚洲 展望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